一聲令下改裝機車狂吹油門 直直往前暴衝 分隔島上站滿了人 緊盯這一幕 路邊還有好幾個人 騎機車過來圍觀 高雄路逐北嶺六路 半夜三點變成大型賽車場 排氣管噪音不說 飆車燒胎還激發大量白煙 彷彿風街般的飆車景象 附近居民看不下去報警處理 不是這條路就沒人了 沒有人 這條路是沒有人 爽還是撲好了 撲來到這裡 十三號半夜三點 高雄路逐北嶺六路 被飆車族封街玩鬧 記者實際來到現場 北嶺六路路口中間 有好幾個輪胎燒過 畫出來的圓圈 痕跡相當明顯 其實靠近路逐科水園區這兒 晚上人煙稀少 附近工作的人說 這條路最近剛鋪好 又寬又直 可能是因此被飆車族向眾 拿來當作聚集地 以掌握數位涉嫌人身分 將通知到案說明 並持續清查違反危險駕駛 及刑法公共危險罪則 並依法移送 絕不寬待 法院的部分是違反 空氣污染防治法第32條 可處罰還新台幣 一千兩百元至十萬元 那在噪音的部分呢 則是違反噪音管治法 第十一條 可處罰還一千八百元 到三千六百元 警方到場飆車族鳥受散 不過也攔車自單舉發 環保局也要開罰 半夜在露燭狂飆燒臺 龐若無人 危險行徑必須挨罰 三令新聞 憲吳慧珊搞什麼的 原警抵達現場 男子馬上指著這輛機車車牌 仔細看這個車牌字母疑似被塗抹 原來男子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這輛車 七號他在高雄陵雅區武智街 曾遇到歧視違規刑事 原本要檢舉但發現車牌怪怪的 十號他經過武嶺街 就看到這輛車停在一旁 趕緊報警 他應該是G然後把他黏掉了 想要躲一些罰單什麼的吧 不好啊這樣如果 如果發生事情的話要找 要找車主會找不到啊 詢問附近民眾並不認識車主 不過被塗抹的車輛 仔細看原本應該是字母的G 一數不見被塗掉變成C 警方表示可開罰最高四千八百元罰還 損毀或變造汽車牌照 污損污損牌照 或以安裝其他器具方式 使不能辨認其牌號 儲信臺幣兩千四百元以上 四千八百元以下罰還 分局將通知車主道案說明 車主刷消息機變造車牌 以為可以逃過罰眼 還是被民眾撩包 報警處理依法開罰 三立行皇之中 黃啟超 陳雲丸 高雄報導